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今天很荣幸来参加 FITI 2020年的培训课程 我讲的是半导体的产业链趋势 最近台湾的半导体 其实在世界很受瞩目 半导体的产业链跟它产次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个半导体比较 首先是从上游的IC设计 到比较中游的IC制造 下游的封测跟通路商 如果我们讲说还更上游一点 当然还有包括一些原料 像日本的化学药 像日本的一些生化酵 孵化氢等等 不过我们台湾比较强的 就是从上游的IC设计 比如说有细制裁的部分 还包括设计工具的 像资源 创意等等 还有包括维处理器 逻辑晶片 记忆体 不过台湾本身在逻辑上面比较强 但是记忆体是DRAM 这块是韩国相对比较强 还有包括类比的晶片 再来是IC制造的部分 是台湾最强的部分 包括晶圆代工 我们常熟知的就是排极电 联电 利基电等等 经验代工 包括制造设备 台湾相对于国外就没有那么强 像包括我们的金顶 吸引 加灯等等 国外的制造设备比较强的 像我们常提到的是荷兰的 艾斯摩尔 或者是美国的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那下来还包括记忆体的制造 晶圆 光照 化学品 金属把材等等 那比较下游就是IC的封测 其实封测是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封装跟测试 包括封装就我们常熟知的 这些大厂叫日夜光 细品 蓝帽 历程 齐邦等等 那在晶片测试上面 有一些比较大的厂 像晶圆电 历程 日夜光 还有晶片的测试设备 晶片的封装设备 还有包括封装的材料 IC的载版 包括导线加吸球金线 这都各有一些知名的厂商 那下游是包括通路 怎么样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 像这个比较出名的 像大连大至上文业 所以一般来说 台湾的产业链 是让很完整 从上游的IC设计 中游的制造 下游的封测 通路 其实是整个产业链 非常完整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 整个制造 会在世界独步全球的原因 那像比如说台湾到美国 因为美国没有相关 这么完整的产业链 所以他们在做起来 就相对是比较辛苦一点 这是台湾的最大的优势 那台湾的产值 跟全球市占率 跟市场的比重 第一个最近 川普常说台湾抢了 美国半导体的工作机会 其实台湾 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 为什么 台湾其实是 这种就是一个成本效益 这个竞争优势的 国际分工的结果 因为美国早期 比较喜欢做 高毛利率的 像设计 像设备 毛利率都是50% 那台湾的 相对来说 我们做的这种代工 到期可能在 二三十八的毛利率 美国是不愿意做的 可是台湾越做越好 投资越来越多 慢慢把对手都给 给各个排除掉了 所以变成一个 有点自然的寡占 自然垄断 所以台积电 为什么今天这么强 就是因为 他不断的投入 不断的精益求精 效率提高 所以让他的对手 慢慢一个个退出 所以他现在变成 毛利率也到五六十% 所以来看 所以川普的说法 到底正不正确 台湾有没有抢了 美国半导体的机会 像美国 其实美国的产值 半导体产值在全球是39% 因为美国强在设计 后面的设备 所以它的产值很高 但台湾虽然我们很强 在金元代工跟封测上面 但是我们产值占全世界 也就18%而已 韩国占了43% 韩国最主要是 它的DRAM非常的强 那日本其实是跟原料 还有它的设备都还是蛮强 占企业产值有12% 中国相对就是占个7%左右 从我们来看看 我们整个供应链下面来看 IC设计 全球的产值大概1653亿美元 你看美国占了62% 台湾只占了49% 中国占了43% 那金元代工反之大概有一千多亿美金 台湾是最强的 165% 韩国大概在DRAM的这些东西 比较 这个地体的代工 他韩国有15% 中国4% 美国只有6% 到封装测试上面全球产值 相对是356亿美金 台湾也是很强 占53% 中国23% 美国13%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力的分工的结果 美国强的就是他的脑力 在IC设计 还有他整个整合的效果就是设备 台湾强在金元代工 还有我们下游的封装测试 那再来是全球半导地市场 全球半导地的前三大市场 2023年 中国其实现在中国还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市场 28% 那亚太不含中日是27% 美洲是24% 但是因为美中贸易战的结果 让中国其实有点警惕 所以他不断的投资相关的半导地设备 所以相关的一些投资 所以自举率从过去2093%提高到19% 这也是中国想要自己自主的赢客 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美中的贸易战 美中的科技战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半导地的优劣市 其实台湾整个供应链完整是我们最重要的特色 但是台湾还有一个很有几个优势 包括应用广泛 包括手机 AI 5G 航台机械器等农业 其实可以应用到很广泛 美国金颜的次举就18% 那台湾占了60%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直要台湾去美国设厂 从到Arizona 未来会不会到跟Intel到德州去 都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再来科技上 美中的科技战重创了中国在AI 5G的一些气势 所以中国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 可能会稍微下挫一点 但是中国加强它的日吉自主的生产 所以未来断空不知道会不会长多 这还是要观察 刚刚提到上中校的供应链完整 我们从上的IC设计 经验代工制造 到下的封测到通路都很完整 台湾的厂商代工 像我们台积电本身是没有品牌的 所以你没有品牌就不会跟你很多的IC设计公司 来做一个冲突 比如说举个反例来说 因为联电它本身有IC设计公司 那我很多美国IC设计公司 如果委托你代工的话 你会不会把我的商业机密 留给你的外泄到你的IC设计公司 所以相对来说 就会对联电比较顾及一点 那再来就是多元客户反馈 良率提升 为什么多元客户 就是说你有越来越多的客户 因为你就像医生看了很多病人 看多了 你慢慢的技术就会很好 那台湾客户多了 代工不断的改善 客户不断反馈你意见 良率就会提升 那研发实力强劲 像台积电每年 都把自己的研发设备投资 视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研发实力当然会跟对手 拉开进入障碍 但劣势的话 当然因为各国拼命投资 大家要自给自主 所以很可能在成熟制程 会价格会有点崩跌 现在在成熟制程 像我们讲说 7nm以下的先进制程 大概是因为台积电 还是有独占优势 但是7nm以上的相关的一些 比较成熟的制程 很可能的 因为中国大陆 不能发展先进制程 必须要发展成熟制程 所以会在成熟制程 产生产能过剩价格崩跌的情况 先进原料设备来自 原料来自国外 比较像比如说设备 是来自荷兰的ESMO 美国的应用材料 原料是来自日本 所以这里面可能会 还是有一点点原料 跟设备的制击能力 还是要加强 美国美日策略的 我们韩欧积极投资 所以他们也会 对台湾产生压力 台湾在逻辑IC墙 记忆体跟Data Center 这方面比较没有那么强 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那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援 又大又猛又快 台湾也应该要积极自追 然后再来是各国策略调整 像三星的诟病车厂 所以他对车用应用 是稍微更广泛一点 这是这样子 再来我们回来看看 我们台湾的复国神山 台积电的优势 台积电因为它的优势 过去包括 它有一些合作联盟 比如说跟国际合作 跟MIT 这些学校合作 所以有点技术来源 另外一个过去 从1980年代政府大力的支持 包括利用工业院的一些投资 把很多的一些 比较研发的一些 比较不确定性 在工业院先做 然后再衍生出 排击电联电世界限定工 所以早期政府的支持 是功不可没 可是后来排击电 他当然本身自己 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 对于你账户 像比如说 我给每个客户来代工 我都给你个账户 让你了解你代工的一些情况 才不会延误 所以比较政策会 这个代工的方式 比较透明 那初借IP 像比如说很多 很多的这个IC设计工 本身没有足够的IP 我可以借给你 那让你愿意跟我 提供我代工的机会 这是两立的行为 那客户越多 反馈的机会越多 代表呢 就是他的两立会提升 所以我们常说很多 大家在比较说 那这个台积电是到三奈米 那连那个 那个三星也有三奈米 但是看你的客户多少 如果你有几十家客户 你良率就会高 如果你只有一两家客户 你其实还在串 所以你的良率低的话 就告诉你是不会赚钱 event同样在三奈米 四奈米的情况下 客户多的人良率提升 他就比较有机会赚钱 那再来是 产业链的一些完整 那技术不断的优化 那因为还有一个 就市占率很高 因为台积电的市占率很高 那市占率很高 他代表就是有盈余多 我就可以投资研发跟设备 可以拉开对手的差距 那再来是先进的 制成工封装 因为现在的封装技术 越来越进步 那这个将来封装 很难 就是很难决定说 到底如果说将来封装出了问题 那到底是封装厂商出了问题 还是在代工的工程出了问题 所以现在台积电 其实在很多先进制成的部分 是自己来封装 自己在机台上封装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很先进的做法 那台积电 其实一个很大跟对手拉开的模式 就是胜利方程式 因为台积电 从开始到2014年 接到iPhone6的订单 有稳定的订单 后来又接了AMD的 这个超微的订单 NVIDIA的订单 然后开始慢慢的 客户多了 营收多了 他每年就以30到40%的营收 投资设备 这个跟材料 所以我今天我不是用盈余的30% 我是用营收的30%到40% 再投资研发跟资本设备 所以你看我这样一年投资30% 三年就投资一个另外一个资本额下来了 所以你让你的对手根本就赶不上 所以这就是建构又高又深的互乘和进入障碍 所以呢其实像三星啊 Intel要追上台积电是很困难的 因为呢 因为他们的客户少营收少 你要将本求利就很难再投资大的 那台积电客户多营收多 他每年又以3040%的都再投资下去 所以等于让你的对手看不到你的车尾灯 再来就是 所以这个最后一页的投影片 那最近呢 因为这个 这个 地缘政治的关系 所以呢很多的 国家要求台湾去那边去投资 像包括日本 包括这个美国 包括这个欧洲 那但是呢 大家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主要的生产基地 还是在台湾86% 包括我们的TSMC UMC 台积电连电利基电 这个世界先进 所以呢台湾 基本上86%还是在台湾上 带有14% 但是台湾当然也会担心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到美国投资 那美国会不要求你技术移转 台投资5奈米 4奈米 3奈米 当然美国 因为他的整个产业链 整个企业文化 整个工会太强 所以其实不适合做这种代工制造的部分 他找人才也很困难 找劳工也很困难 所以呢 但是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会不会担心技术外泄 比如说美国过去就有经验说 你来美国投资 那你要把我的很多的data公布出来 这个是一个违反商业机密的 所以台湾要担心机密的外泄 这是一个很重要 会不会美国把机密 泄漏给Intel 让Intel可以弯道超车 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在日本 TS1到日本 最近到雄本 听说呢 现在二厂开始了 而且听说日本要建到六个厂 或这个还叫观望 但是日本呢 做的时候 感觉上日本的企业文化 这个劳动的素质 产业的这个群聚 事实上是比美国好很多 所以还激烈在日本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但日本呢 本身有很多半导力基础 所以台湾也要小心防范 日本会不会在一二十年以后 开始对台湾产生压力 第二个呢 日本过去很多的工程师 利用礼拜六礼拜天 跑到韩国去赚钱 所以这也要担心 从经济安全的部分 怎么样让我们的技术 不会外泄到日本 甚至到韩国都是很重要的 那还有台积电在欧洲设厂 现在看起来 比较没有特别的一些资讯回来 那还有这个台积电在中国 连电在中国到 连电到新加坡世界先进 所以台湾基本上 在全球布局还蛮强的 但是呢 我们到日本投资 也不能只有单向投资 比如说我去日本投资 设厂 人才出去 技术出去 当业模式出去 未来可不可以利用 我们台湾好的基地 也让引进日本的工程师 日本的技术 日本的商业模式 让这个技术 人才商业模式可以双向交流 甚至台湾如果到日本去设厂 我们可以在台湾跟日本双重挂牌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资 日本市场拿到一些钱 利用日本市场 来壮大台湾的产业 而且台湾呢 如果在日本上市 它的知名度高 将来诟病日本的厂商 将来引进日本人才 机会比较大 就像台湾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我们台积电本身在 在这个NASDAQ上是有挂牌的 但是呢 很多它的供应商 比如说长春化学啦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可不可以也在美国 算挂牌 在台湾跟美国算挂牌 那将来知名度提高 将来利用美国的资本市场 可以来 来这个发展自己 然后呢 甚至可以诟病 美国的企业 美国人才 因为你知名度会提高 如果你是NASDA上市的公司 你的形象会好 知名度提高 你去找人才 找诟病的机会都比较好的 所以这是台湾整个半导体 从这个产业链 从这个优势 到整个供应链的移转 未来这个美中贸易战 科技战 让这个台湾的半导体 虽然有一个领先的优势 但是也有些不确定 这也值得政府 比较多关注的 特别是呢 因为憨普 这个开始就先入为主 认为台湾强了半导体工作机会 所以政府应该加强更多的 这个说客游说团体 来可以试图的影响 美国的一些政策 甚至呢 我们利用台美倡议 因为美国呢 我们有21支台美贸易的倡议 那这方面呢 可以我们可以设定议程 让台湾的半导体的竞争力 可以呢 让美国来帮助我们什么事情 比如说减少一些障碍啦 这个比如说呢 美国要客观税 那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点 给美国政府一点压力啊 等等等 来帮助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呢 可以站稳脚步 继续维持竞争优势 以上就是我的简报 谢谢